大型砂石车就这样卡在马路正中间 这不是交通事故 而是科索沃北部的塞尔维亚一民众 刻意堵住了主要干道进行示威 科索沃政府跟当地的塞尔维亚人 近来冲突不断升级 不但有远警跟示威者交火 连欧盟驻科索沃的特派团车辆 也被投掷闪光弹 眼看局势越烧越旺 警铃的塞尔维亚政府开口要求北约 重新往科索沃派驻维和部队 镇压局面 这是塞尔维亚第一次动用联合国1244号条款 总统强调他其实对北约答应派兵不抱希望 随后也表明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 而科索沃政府批评 塞尔维亚的派兵要求是一种侵略行为 也要求维和部队协助清理示威者的路障 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独立 但只被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承认 塞尔维亚始终坚持拥有科索沃的主权 当前一切冲突的导火线 在于科索沃政府要换发新车牌 来取代旧时期核发的车牌 引发了塞尔维亚族群大力抗议 市长法官还有大约600名援警集体请辞 反弹声浪也越滚越大 欢迎新闻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